我有問我先生啦 我說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對我沒有感覺 你會老實告訴我嗎 他說會耶 因為外國人的性格是這樣 因為我有天跟大家開玩笑 我說如果我有天身材總要 你說整個那個狀態不是你 當初喜歡的樣子 還會就是你 是愛你嗎 他說 他講了給我 I will still love you but not in love 什麼都會有小孩為用心啊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 很方的傷害 大部分 一定不在的 選服 這樣 對啊 希望他可以堅強 但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我的運動 可能會發文吧 其實我覺得很多 預設的東西不是說 影響的 但是因為你說你沒有真實的發生 你也不太能過去 知道說你百分之百的 你感受不會就跟我當時遇見的一樣 因為你說 心話感不上變化嗎 但是其實 我有問我先生啊 我說欸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就有你的感覺 你會老實告訴我嗎 他說會耶 因為外國人的性格是這樣 因為我有天跟大家開玩笑 我說 如果我有天身材總要 你說整個那個狀態 不是你當初喜歡的樣子 他說 他會就是 你是愛你嗎 他說 他講了給我 他說 他說 I will still love you but not 因了 就是 意思就是說 愛是愛啦 但是就不是 那種 對 對 但我覺得他是一個蠻老實的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因為 蝦蠢會做不完事 還有 現時當中很多的鴨 其實我覺得 一定會讓他揮很多熱情 會出現 對 尤其有了小孩以後 那真的是 因為所有的考量都不太一樣 對 因為什麼都會以我小孩為優先啊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看到這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 很方的傷害 是很大 一定會在一個 全體裡面這樣 對啊 我是希望他可以堅強 對 但是因為 我也不知道我病到 可能會發文吧 有的時候一整天 我們有時差 他在忙 沒有人跟我贊保 我也不會 我肌力一定要打一次問題 沒有要爆了 因為我覺得 我們兩個從交往 我肯定過去 我也突然都不差 這也是他取的問題啊 他覺得我沒有那個神經視線 有些女生比較神經質啊 對 但是他沒報廢 就會找不到 對 那我就覺得 因為我覺得 要走 我的個性其實就像 你要走 你覺得別人比我好 那你趕快去